好 同学们咱们继续 你看咱们现在已经写了一个什么 写了两个动作 两个角色对吧 大家来看 一个狗一个人 一个咬人的一个打狗 那么几个动作好吧 他们之间也可以交货 他们也可以这么玩 但是在这个玩的过程中 大家来看 正常来讲 你这个其实这个狗 这个咬人的这个动作 其实只能狗 应该是狗来调用 对不对 你传进来去按它这个顺序 传进来第一个是 狗的这个对象 第二个是人的这个 对吧 但是呢 我有可能调用的时候出错了 或者我就是故意的 对吧 我就故意的去这样去调 Dog 然后呢 我第一个传的是 Person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Dog P1 第一个是P1 第二个呢 是D2 我让 按说这个只能是狗来调用它 但是我现在变成的是什么 让人去咬这个 第二条狗 那这样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 程序也没有出错 因为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狗和人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结构 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都有这个什么 Life Value 什么Attack Value 所以他就没有报错 但是我们知道 他其实是相当于是两个角色 那你现在就变成了狗 Alex明明是个人 变成了狗 Alex咬了马唧鸡一口 然后呢 是吧 人掉血 人掉血这个 百分之 掉血50 因为这个人的 他的默认 默认的这个什么吧 杀伤力是50吧 对吧 相当于 还有血量 还有血量50% 就是你你这么整个就乱了 为什么 因为 这其实是 就是掉血的这个 其实是一条狗 对吧 但是就变成人了 就这个整个就出问题了 我通过这个想给大家表示是 对吧 就是 这个方法只能是狗来用 下面这个 这个方法只能是人来用 但是你现在没有做任何的限制 相当于人和狗都可以互相随便用 那就会导致你整个程序的逻辑就出错了 出问题 所以那我们的需求就是 怎么才能让这个动作 只能是被狗来使用 对吧 人是不能掉这个dogbat的 那怎么实现呢 当然你可以在里面做判断 说如果掉用的时候 你判断如果他是一个 对吧 他是一个人的话 他是一个狗的话 那我就 我就干嘛 我就允许他掉用 不是狗的话 我就报错 当然可以 或者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就是什么呢 我直接把这个dogbat 看到没这个函数 我就直接呢 写到dog函数里面去 也就是说 我直接就把它写到这 看没有 那这种情况下 我就把 相当于 你从外面是没有办法 直接找到这个dogbat函数的 他是在这个dog这个函数里面 对吧 你必须调用dog才能调用去调用它 那你也意思吗 OK 那但是 这样虽然可以防止 外面的这个怎么讲 直接去通过这种方式去调用这个狗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你这个函数一执行 函数执行完了之后就 就return了 这个dog对吧 除非你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就立刻执行这个道路 那立刻执行这个道路的问题就来了 我 不好意思 除非你调用函数的时候 就立刻执行这个道路 但问题是我 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没有 我要执行这个函数做的事情 只是说什么的 把一条狗给它生成了 对吧 因为我返回了 返回这个data嘛 这个data相当于这个狗的一些 状态数据嘛 我就把狗生成了 但是我没有钓这个狗的动作 就是生成了 不代表就让它立刻咬人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的调用函数的时候 不能立刻执行它 对吧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这样 但是你又要确保外面 后面的 就是后面我要通过这个 生成的那条狗 能钓用这个dogbat 对吧 我在这里生成这个dr 我能我能dr去 通过dr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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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量 我能去钓用到这个 这个dogbat这个动作 那怎么办呢 对吧 就是但是 你能对我意思 就是但是我执行这个 执行完这个之后 dog就已经结束 dog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之后 你在这里面如果没有 执行dogbat 这个函数就结束了 dogbat在内存里也就没了 能立意思吗 能立吧 那你在外面没办法钓用了 OK 所以你又想让它 在执行函数的时候 不调用dogbat 又想在后面 一会儿可以再去调用这个函数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它写到这个data里面 给它存个值 比如说就叫byte 在这里先不存 你在这里 就在这里存出去 生成完这个函数之后 你就在这里 data 加个 byte 然后存dogbat 不要加括号 这就没有调用 对不对 你这么干 对不对 就是为了什么 这是为了 为了 这个 从函数外部 函数外部 可以调用这个 dogbat方法 对不对 没错吧 OK 这样的话 你返回了这个data 我通过data下的什么呀 我通过data下的这个 第一下的什么呀 byte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个函数了 大家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大家看 是不是就找到这个函数了 那找到这个函数了之后 这个其实你看 也相当于形成了 就是类似一个币包的 那么一个概念 对吧 对 那anyway 我找到这个函数之后 找到这个函数之后 我就干嘛呀 我想调用它 是不是给它 这个什么 加上括号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就给它加上括号 加上括号 这个时候 其实你就不用传 这个dogobj进来了 就行了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就可以直接 调用data的数据 对不对 你就不用传 什么dogobj 就这个时候 你就直接写 这是不是直接 就是data就可以了 对吧 你直接写data 它就可以直接调用到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值嘛 对吧 能力的吧 那这样的话 大家来看 我再去调用的时候 我就是变成了 什么呢 第一 然后第一下载 什么呀 byte 然后调用 我去咬谁呢 我去咬下面这个pe 对吧 咬人 这个时候 大家来看一下知性 你看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啊 这样的话 相当于就是说 它属于 就是这个咬人的动作 只属于这条狗了 能力的意思吧 只属于这条狗了 OK吧 它有那么一种 关联关系 对吧 你通过整个代码结构 就告诉这个 调用者 对吧 告诉这个玩家也好 什么也好 这个动作 只能是狗来用 对不对 那同样 这个什么呀 这个打狗的 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吧 也是 只能人来用 那你就 那你就干嘛呢 sorry 把person obg去掉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写上 data下的 bit 回来交换好 是不是啊 那这个时候 把咱们把这个什么 都改成data就可以了 都改成data之后 出去了 按说不应该出去啊 anyway 那这个时候 别人让大家清晰 这样这个时候 我再去让这个什么呀 狗去这个 不是 再让这个人去 咬狗 人去打狗 那是不是就变成p1下的 beat 然后传一个括号 d1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这是 打狗 这个时候 咱们来看一下 是没有问题啊 对吧 那我就再咬一口 咬了 咬了三口 咬死了 血量还剩10 是不是啊 那 ok 这样的话 你看整个代码结构 就变得清晰一些了 变得清晰一些了 其实 到这里为止之后 我们的引子 其实就是相当于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 想get的一个什么呢 get的一个什么 其实就想让大家 get的一个 我有一个模板的概念 就是这么讲 当你涉及到 这里有多个角色 每一个角色 有可能产生 对吧 比如说咱们讲人 人是一个角色 咱们就泛称啊 泛称人类 人类 对吧 这个它是一个角色 对不对 那这个人里面 可以包含 包含很多具体的实体 比如说 你 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 你的老板 你的女朋友 你的老婆 这是一个个的 具体的实体 对不对 那在你整个 在游戏中 或代码中 去设计这种 这种 这种结构的 就是 就描述这种状态的时候 那你就干嘛 你就其实是 为了减少重复代码 你要先写一个模板 写完模板之后呢 你再生成一个个的实体 对吧 其实就是相当于 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呢 里面不同的值 你就对吧 就就就 每个人不同的状态啊 属性啊 你就通过参数来传递 对吧 就改就行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这个 比如说身高啊 年龄不一样 没关系啊 你就你就传进来 然后你就改就行了 但是他们的属性 就是他们的属性的这个 这个类型是一样的 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身高 每个人都有年龄 每个人都有国籍 每个人都有生命值 是不是啊 这些属性的这种 类型是一样的 只不过那个属性 对应的值 是不一样 OK吧 那 然后呢 他每个人有动作 对不对 你可以 你可以打架 对吧 你可以吃东西 你可以喝水 你可以这个开车 whatever 就是每一个动作 你都可以写成一个函数 对不对 那都是可以在这个模板里 给他定义好 定义好 相当于他就变成了一个 对吧 你最后给他执行一下 他就变成一个具体的 什么呀 具体的实体 就实实在在的实体 在游游戏中 游 相当于在游戏中 游血有肉的那么一个实体 OK吧 好 这个是我们怎么讲 就是学到的东西 那这个学到的东西 对吧 有什么用呢 能告诉你的 就是说 你看 当你就是当你通过这种先做 就是就是开发过程中 先去写一个模板 先去把这个模板设计出来 然后再去产生一个个实体的时候 就代表 其实你已经开始干嘛 切换成一个上帝视角来看事情 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记得 如果那个女娲造人 女娲造人的话 对吧 她是怎么造人 大家说她是她是捏这个人 对吧 这个传说中 她是把一个人通过你 把捏出来 但是捏的时候 也不是 也不是什么 把咱们全球的人 一个个捏出来 那就累死了 她肯定是先捏出一个模子 对不对 这个模子 对吧 捏出来模子 然后就拿这个模子 拿个泥 就印上去 哗就出来一个 印上去哗就出来一个 对吧 强烈也是一个模板 他先做好一个模板 把模板做好了之后 对吧 后面就批量的可以生产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上帝视角 就是我想做一件什么事 对吧 我想造天地万物 他不会具体的说 这个这个 先干嘛 我先造出来一个人 再造他另外一个 再造他另外一个 而是什么呀 而是他先去思考 天地万物之间 天地万物里面有哪些 有哪些类的东西 比如我先给他分类 对吧 分类就是要有人 对吧 人类长什么样 我把这个模子造出来 对吧 然后还有狗 狗类长什么样 还有这个猫 还有这个什么 还有这个植物 对吧 还有这个老虎 狮子 每个都不一样 不一样 我就把这些模子 先造出来 模子造出来之后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功能 比如说人可以思考 那就是让人思考的 这种动作 对吧 人可以点火 对吧 烧生活 那就是人就可以 生活的这些动作 都把它在模子里造出来 最后 最后把它再具体给它实体化 就给它产生成一个个的实体 但是具体实体之间产生什么关系 比如说 我造了 我通过模子造出来十个人 五男五女 具体这五男五女里面 谁跟谁 谁跟谁最后搞上了 对吧 谁跟谁最后生了孩子 我在这个造的过程中 我是不关心的 能理解吗 就说不定你俩就看对眼了 对吧 那你俩就一块生孩子 对吧 但是我在造模子的过程中 我不会考虑实体之间最后交互 谁跟谁交互在一起 那个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就是把模子造好 能理解吗 这个其实就是上帝视角 对吧 那女娲把这个人造出来了之后 一堆人造出来之后 衍生出最后黑种人 白种人 黄种人 到现在 对吧 现在我在这里给你讲课 你在那听课 女娲在造人的时候 肯定没有想到 预想到今天这个样子 对吧 她只是把模子造出来了 对吧 让你人有思想 你最后你想什么事 她不管 但是你只要有思想就可以 这就是一个上帝视角 对 所以咱们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上帝视角 就是很多人学这个面向对象 就是因为 我就说了 就是因为她懵逼 就是因为她的编程思维 没有转换过来 她编程思维 就是依然是一个叫什么 人的视角 人的视角 就是我要干个什么事 我第一步怎么办 第二步怎么办 我要去 比如说 那我 你也想去大宝剑 对吧 你想去东北 对不对 你想去东北 那你怎么去 你要开车 你先去找到一个车 然后再去 加上油 然后就开去走 然后过家 过这个什么 收费站 过什么 就你是一步步的这种线性思维 所以你用这种思维去写程序 就很难实现 很难做出来 但是你现在如果能转换成这种上帝视角 后面这个面向对象就很容易了 咱们后面的面向对象 坦白来讲 就是用上帝视角来写程序 对吧 那这个 其实就给你 给你先把这个东西引出来 引出来的时候 你先明白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我们再讲 什么 都很容易 好吧 你自己先把这个试一下 先把这个试一下 好吧 你也可以想一想 说 还可以有什么功能 现在除了咬人 除了这个什么 你是不是还可以 还可以这个什么 还可以 交配 对吧 公狗和母狗之间可以交配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功能写出来 是不是 OK 咱们把影子写完之后 下面正式的讲面向对象的东西 好吧